请看加拉太书第四章 4章1章1章 3章1章1章1章2章1章2章4 神就猜祂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 呼叫阿爸父 第七节 可见从此以后 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 既是儿子 就靠着神为后词 第八节 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 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 第九节 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 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 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 情愿再做祂的拥补呢 第十节 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起年份十一节 我为你们害怕 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 阿妹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晚上我们想继续来学习 迦拉太书的第四章 我们先一起来谈谈第一段 我们就去谈谈第一段 我们先去谈谈谈 第四章的主题是永得儿子名分 这一章总共有三十一节 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成三段 第一段是一到十一节 第四章总共有三十一节 保罗继续说明被救赐的人都是神的儿子 保罗继续说明被救赐的人都是神的儿子 所以不可以轻易放弃神的儿子 所以不可以轻易放弃神的儿子 第二段是十二节到二十节 接着保罗用自己和加拿大地区信徒之间的情分 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情分来唤醒加拿大地区的信徒 使用自己和加拿大地区的信徒 为能够透过这个儿子的名分 必须保持这儿子的名分 必须保持这儿子的名分 第三段是二十一到三十一节 最后保罗用夏家和沙拉两个妇人来预表旧约与新约 使用了以沙拉大地区的信徒 免利加拿大地区的信徒在新约时代 一定要勇得这儿子的名分 今天晚上我们首先来学习第一段 也就是刚才所读一到十一节的圣经 主题是不可以轻易放弃这儿子的名分 那么有关第一段一到十一节 我们又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小段来说 第一个小段是一到七节 保罗首先继续说明被救赎的人都是神儿子的道理 继续 detallando la doctrina de ser salvos y ser hijos de Dios 第二小段是八到十一节 第二个小段是八到十一节 接下来保罗免利加拿大地区的信徒 无论如何绝对不可以轻易放弃这儿子的名分 请先看第一节 保罗说 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权业的主人 但为孩童的时候 却与奴仆毫无分别 请念 我说 表示保罗以下所讲的 是成节前面第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的圣经 这段圣经提到 信耶稣受洗都是神的儿子 而那个承受产业的 当然是指已经受洗归入基督的所有信徒 没有错 虽然他们是权业的主人 是父亲产业的继承者 可是当他们还是孩童的时候 在行动自主权方面 事实上跟奴夫差不多 并没有绝对的自由 并没有绝对的自由 而在这里所谓的孩童 原文是指未成年的人 按照罗马的法律 凡是二十五岁以下的都是 请看第二节 看第二节 因此保罗说 他来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 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 不仅正在教育上 但是他在教育上的 但是他在教育上提到 教育上的导物 指导物 在第三章的二十四节 提到 教育上的导物 也在教育上的教育上 就像在教育上的家庭 一样的教育上的家庭 就是教育上的家庭 由其代管全家的财产 那么按照当时的法律法律的规定 14岁以下的孩子必须接受师父的教导 而15岁到25岁的青年则接受管家的监督 也就是说未成年的孩子虽然是父亲产业的继承人 但是他在成长的这个阶段 他并没有实质上的自主权 必须等到他父亲认为可以了 已经长大成人了 他才可以承受产业的 请看第三节 同样的道理 今天在信仰上其实也一样 保罗说 今天我们为孩童的时候 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 也是如此 是对 从的信仰的角度来看 对于我们为孩童的时候 就是没有信仰之前 也包括外邦人 都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 那这个世俗小学原文可以做出钱的道理 也可以做宗教的规条 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是被管在律法底下 那对外邦人来讲他们是受教于自己的良心 或者是其他宗教的教会 不管怎么说都没有真正的自由 请看第四节 那么正因为这样 所以保罗说 即至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但是当时的终法来的时刻 神就寄了他的父亲 亡胜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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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胜的习惯 所谓的极致时后满足 表示这是神所预定的时刻 不是人的计划 就好像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 常常讲日期版主的那样 说明神的救恩是有神预定的日期 日期一到神就差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藉着同女玛丽玛丽玛丽环将生 因此主耶稣不只是具有丰盛的神性 同时他也具有完全的人性 他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 并且生在律法的时代 受律法的阅述 难怪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 那里才记载说 当主耶稣降生以后 约瑟和玛利亚就全部按照律法的规矩来办理 为的是要尽诸般的义 那么到底神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请看第五节 就是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 在这里所说的律法请注意 原文没有定管词 表示是一般性的统称 对要派人来说 可以指摩西的律法当然 但是对外邦人来讲 更可以指摩每个人的良心 而保罗在这里之所以这样讲 就是要强调主耶稣救赎恩典的普世性 是不分犯人或外邦人的 那么到底是怎么个救赎法呢 依照旧约的规定 如果要将一个人或牧场赎回来 他必须要付出相当的赎金 才能够使他重获自由的 如果要救赎人或牧场赎人或牧场赎人 同样的道理 今天主耶稣为了要将我们赎出来 他也必须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他必须要用自己的生命 用自己的保险 来成全世界的救恩 让我们脱离律法的权势 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 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 然后我们今天才有资格得到神儿子的名分 是这样子的名分 我们必须要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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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名分真的不容易 我们应该好好地珍惜才对 不但是这样,请继续看第六节 第六节 保罗接着又说 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 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 这是神所赐给我们另外一个很大的恩典 今天我们既然都受信成为神的儿女 那么神为了印证这件事情 绝对是真实的 让我们能够很有把握 于是神就特别猜猜他儿子的灵 就是主耶稣的灵 也就是圣灵 进入我们的心 给我们做证据 只不过在这里 保罗之所以特别强调说 神儿子的灵 我们可以呼叫神为阿爸父 我们可以叫阿爸父 阿爸是亚男女 父原来是西拉文 阿爸是亚男女 阿爸是亚男女 父原来是西拉文 阿爸是亚男女 父原来是西拉文 可见从此以后 你不是奴奴 意思就是 从此以后 我们将不再做律法的奴奴 那当然更不是罪的奴奴 他当然就有资格靠着神 成为阿博拉罗的后裔了 成为神的后词 成为神的后词 然后照着神的允许 来承受产业 以上从第一节到第七节 保罗首先继续说明 被救赐的人 都是神儿子的这个道理 所以从第一节到第七节 我们说 那些人们的救赐 都是神儿子的这个道理 保罗深入淺出的 很详细地做了一个解说 保罗做了一个深入的解释 希望加拿大各教会的信徒 能够重视 这德乃不义的宝贵 身份 这就是第一个小段 这是第一个小段 所以说 既然如此 我们就绝对不可以轻易放弃这儿子的名分 这是从消极方面来说的 这是从消极方面来说的 请看第八节 看第八节 看第八节 保罗要加拿大地区的信徒 回想他过去自己没有信徒 之前的情况 面讨论 这些经验 但是那些人根本不是神的。 那些人只是魔鬼迷惑人的工具而已。 那些人只是用了魔鬼迷惑人的工具。 那些人的问题是,过去我们都不知道,才会去侍奉那些偶像。 才会去做那些偶像的奴仆啊。 所以保罗才讲说,你们都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啊。 不仅给偶像做奴仆,更给魔鬼做奴仆啊。 也在那些人寅家的人是是集中的奴仆啊。 那没有勇者,更没有自由。 对不可能能和自由。 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樣。 但是现在,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来看第九节。 第九节。 法律说 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 因为已经信耶稣 而认识这位主义神 更可以说 是被神所认识的 因为已经进入神的家中了 成为一个蒙神拣选的人 所以照理说 今天你们好不容易才脱离过去 种种的束缚 是说,他们已经脱离了 很多信仰 应该要跟过去完全不一样才对的 只可惜现在你们 怎么还要回回那若若无用的小学 情愿再给他做役路呢 但是为什么要回回回那若若无用的小学 这样不是走回后路吗 这就是这样做对吗 请问,这样做对吗 这就是对19 richtig 合理吗 聪明吗 进行吗 incarn正解 成型 бел人 在 č猜疑gal 有曾经的人 彼 Gibson 感情 彼 第十节 法律说 是的 你们现在因为受假事物的影响 被一段所 mij化 现在被人犯疑了 犯疑了 犯疑了 很想回去遵守旧约的条例 他们想继续保持 保持的法律 例如说 谨守日子 月份 节期 年份 等等 可是这些其实主耶稣都已经成全了 主耶稣都已经帮我们撤去了 更何况这些律法上 捆绑我们 攻击我们 有爱于我们的自去 只不过是个影子而已 去紧抓着这些不放 那不就表示我们是心甘情愿 再做他的奴仆吗 那不就表示我们在秒释主耶稣基督十日假的救恩吗 这就是一种状态 这就是一种状态 而且是一种大状态 是一种大状态 是绝对不可以去犯的 是一种大状态 我说我对你们的状态 我对你们的状态 是一种大状态 是一种大状态 他被人家的教育成功 结果,这些辛辛苦苦所付出的体力,心学,时间,精神 到最后真的成功进去 但这些力量,力量,力量,力量 似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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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可能的? 那很可惜,是不是不? 那怎么会这样呢? 只因为他们竟然那么轻易自放弃这宝贵的儿子名分 这才是保罗一直放弃的宝贵 非常担心的问题 也是保罗最害怕的问题 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请问到头来谁受害最大 不单单是保罗 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加拉太地区 各教会的信徒自己 不仅将来不能够得救 还要接受地域更重 而且永远的刑法 这是第二小段 由此可见 保罗是多么殷切的期盼 当时加拉太地区的信徒 能够明白这些道理 然后及时回头 赶快改正 不只是不轻易放弃神儿子的名分 而能够接受到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的父亲 我们也都收义归归基督的基督 我们也都被基督的基督 所以在资格上我们也都已经拥有神儿子的名称 所以我们也有一个名称的名称 这是好的 感谢主啊 然而问题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厨师守住这个宝贵的身份而绝对不轻易放弃呢 从这段圣经或许我们可以归纳出三点来彼此提醒 第一点 从入门的角度来说 要得到神儿子的名称 除了必须受习归基督之外 还要领受允许的圣名 这是肯定的 这是一个人得救必备的条件 那在这段经文里面 事实上保罗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 怎么样得到神儿子的名称的方法 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关于归基督的名称的名称 第一点是必须受洗的 第一点是必须受洗的 第二点是必须受聪明的 第二点是必须受聪明的 这个跟当年主耶稣还有彼得所讲的一样 是最终的一个同学的 请看《外遍福音》第三章 请看约翰福音的第三章 第三章三章三章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调口去看第五节 第五节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见神的国 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继续 请看《使徒行传》第二章 继续 请看《使徒行传》第二章 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色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主耶稣说 必须从水和圣灵重生 耶稣说 必须从水和圣灵的水和圣灵 圣灵的水和圣灵的水和圣灵 因此今天我们信主 除了要受洗之外 还要迫切地祈求圣灵 让圣灵充满我们 不仅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印记 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 连证明我们与天国比较 将我们更新来进行地 让我们的生命 真正与祖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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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父的新生命 能夠保持神父的新生命 能夠保持神父的真正性 能夠保持神父的真正性 第二點,從一段過程的角度來看 要真的得到神,兒子的靈魂 除了要認識神之外 還要被神所認識 而所謂被神所認識 至少要包含兩個層面 能夠保持神之外 第一點,我們必須選擇 第一點,我們必須選擇 這是開始 今天我們之所以能夠認識神 得救恩 不是我們很好啊 今天我們能夠認識神的 神的恩怨,憐憐我們 而是我們拯救我們 而是因為神的恩怨 而我們拯救我們 我們拯救我們 就像主耶穌在約翰福音十五章十六節 所說的 先看約翰福音十五章 主耶穌說不是你們拯選了我 是我拯選了你們 主耶穌 dijo 耶穌說不是你們拯選, curly猛缺的你們 руж选來的 因此我們宿神的面前 絕對不可以自誇 或者自譽啦 所以我們不能夠拯救 因此我們在神的面前 永恥不耗無義 反而我們要更加謙卑才對 啊 但是我们必须得更加勉强 这样才有可能继续持守着这个得来不义的儿子 让我们可以保持这种姓氏的父亲 第二,必须要遵循神的旨意 这是结果 这是结果 当我们收集以后 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真的被神所认识呢 我们看《马太福音》 看《马太福音》 第七章 请看《马太福音》第七章 《马太福音》第七章 《马太福音》第七章 请看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我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主耶稳请教我们 主耶稳请教我们 他必须要遵守着这种姓氏的父亲 那这样神儿子的名分 才能够得到神最后的肯定 我们才能够很有把握的得救进天国 第三点 就灵修的角度而论 要勇得神儿子的名分 必须要好好地灵修自己 必须要努力建筑 必须要努力建筑 就好像在建房子 地基先打好了 问题是怎么要往上来建呢 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九到十五节 告诉我们 所以一定要用金银宝石 当做材料 我们必须要用金银宝石 和金银宝石 不能用草木和杰来建 那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请看西波来书第五章 请看西波来书第五章 十一节 五章十一节 五章十一节 论道连道连连接 我们有好些话 并且难以解明 因为你们听不进去 十二节 十二节 看你们学习的功夫 本该做师父 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严小学的开端 另教导你们 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 不能吃干粮的人 十三节 凡只能吃奶的 都不熟练人意的道理 因为它是婴孩 十四节 唯独长大成人的 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窍 习练的通道 就能分辨好歹了 就是一定要吃干粮 是说 我们必须吃干粮 不能够单单喝奶 不必须吃干粮 必须学习神圣严的道理 只能学习神圣严的道理 在灵性上长大成人 如果是 consci UN学习 能够лин临的求求 或 increíble 能够学习神圣严 才有可能让神的儿子更坚实,更坚实,更坚确 所以我们会更坚实,更坚确的父亲 当火的热门遇到我们时,我们盖上的工程,才有可能毅力不强 才不至于,一下子就毁掉,而成功尽弃 就好像当年加拉太地区的信徒那样 最后来看希伯来书的十二章 最后请看希伯来书十二章 请看十四节 十二章十四节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十五节 又要谨慎 恐怕有人施了神的恩 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 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 十六节 恐怕有淫乱的,又贪恋世俗如以扫的 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 十七节 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 虽然嚎啃窃窃窃窮 却得不着门路 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 这是你们知道的 是的当年,因为他担持一点点的食物 就轻看长子的名分 在这一刻,在这一刻,他吃了一点点 在这一刻,他吃了一点的食物 卖了一口的食物 甚至轻易地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 卖了 是说,他人们尊贬了自己的名分 结果后会已经来不及了 也不早是 他在这一刻,他在这一刻 后来他好痛哭一直在怀疑 但后来他不避免 但他不避免让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过来 他不可以改变的想法 最后他不避免被父亲拒绝了 再也得不到父亲的祝福 这是大家所熟悉的历史见解 那么问题是今天我们呢 今天我们是不是 但是也是为了贪念一点点世俗暂时的享乐 或者钱财 就轻看神儿子的名分 今天我们也会拒绝了一样的贪运 和贪运人的贪运人 我们也会拒绝了一样的贪运人 我们也会拒绝了一样的贪运人 他在此之下的结局会跟当年的伊沙奥一样 因为他的结局会有什么样的 在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都能明白这些道理 进一步重视这些道理 并且还能够遵循这些道理 绝对不再重蹈以守的覆策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用得神儿子的名分 直到主耶稣再来 唱诗 12首 赞美诗第12首 赞美诗第12首 赞美诗第12首